滑手机关心实施议题和投资理财规划 年过50岁的汪先生 对于自己的退休年纪早就设定好 我目前我想要的目标是到60岁退休 再还有10年 那当然就想要想尽办法去找斜钢事业 或多做几个事业 像我之前是打两分工三分工 对因为没办法 因为小孩要养 那就是你想要好的生活品质 你就得要去赚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规划 就必须有更多的配置以及风险管理 保险是一定要买 因为人就怕万一 那你今天保险的是保障给下面 以后还在的人 后面的人可以去享受保障在 起码不会为了钱说烦恼 对那当然保险是都是买万一而已 尤其小孩念书时期的开销也很庞大 为了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就得更努力 也是因为养个家不容易 因此为了不影响目前的生活 甚至能够留在中产阶级当中 也有人选择单身 毕竟要承担的风险低 也就不会出现经济上的压力 中产阶级的定义 就是说他的工作 他的收入稳定 他衣食无忧 这个大概世界各地 大概就是这样的定义 但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消失 或说人数减少 这个其实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特别是他比较容易发生在 这种先进国家 发生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经济结构的改变 那包括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全球化 那另外这个数位化跟自动化等等 而其实台湾经济成长的果实分配 也悄悄产生质变 1990年代初期 员工薪资报酬 占国内生产毛额一半 企业盈余则占三成 但2021年 员工只剩下史上新低的43% 企业盈余来到37% 隔年虽然稍有反转 但员工报酬仍然占不到44% 都显示寿星族能分到的经济果实 越来越少 数位化跟自动化 就是说一部分的工作会被取代掉 那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造成中产阶级消失 或是人数减少的主要因素 那最近一次 就是一次 像是典范移转 那最主要就是疫情 那疫情导致很多的工作就不见了 那但是疫情带来的远距商机 又加速了这个数位化的一个进程 尤其过去10年 政府替劳工调薪最低薪资 但结果却是 最高薪与最低薪都受惠 中等薪资者变化却少得可怜 中产阶级在我们的学术界的观察 事实上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稳定的力量 那台湾的民主 其实全球的民主政策 民主政治的发展 其实靠中产阶级 那因为他们对追求稳定 他们对于追求所谓的开放多元 那他们有他们非常好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然后他们又采取政治的行动 然后去支持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 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相当重要 包含消费 经济上的发展 中产阶级都别具意义 科技的发展 产业的新的趋势 然后所谓的通膨 然后或者是地缘政治 那这些都不是中产阶级 他个人可以去控制的 可是他看到的是他的存款波 那相对来说没有增加 可是他看到的是 那他未来的工作的升迁 或者发展 他实际上很 很没有安全感 或者很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 都造成中产阶级的压力巨增 更可能因为看不到未来 因此决定先顾好 自己就好 尤其在先进国家的发展下 中产阶级的压力 恐怕只增不减 TVB新闻 何将萧英强 谢丹子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